国军首帖一年制的义务艺南为期八周的日武训练即将进入尾声 那这个礼拜就是他们的期末检测周表现如何马上来关心 烟消四起爆炸声响环绕四周 这是成功的引义务艺新兵训练期末检测的震撼教育 利用空包弹和炸药等方式是营造战场的氛围 也让单兵体认到作战时的各种武器射击 这个过程是相当的震撼也考验单兵的体力和毅力 震撼教育测验由检测官发布状况 班长代理新兵实施班攻击综合演练 重点在于状况处置和战伤救护 艺南们要抵着机枪爆破声 手脚兵用穿过战壕屋顶型铁丝网 还有高半网等多处障碍物难度可不小 发现在真实战场上的环境跟电影演的完全不一样 电影还是没有办法演绎出真正战场上的那种 会让人带震撼感激 那种嘈杂的声音压力 透过震撼教育 期盼强化单兵心理抗压能力 但艺南想通过测验 还得进行战术行军实战射击等科目 其中射击检测要在90秒内完成18发实战射击 并且命中目标达9发以上才算合格 我们的合格率有达9成5 那我们后面也是持续给他们精神事迹上面的鼓舞 让他们能够发挥他们超出他们自己百分之百 甚至到百分之一百两百 让他们可以顺利的提高 也完测最后的这个期末建策的项目 如果没办法通过期末建策 则可能无法领取专业加级 让艺南直呼压力好大 但国军强化战力 让艺南推变成合格战斗兵 建构我国更强烈的国防体系 这陈明华姜克林台中采访报道